不知不觉年就过完了,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艺考,随着越来越多童心长大,他们也都纷纷踏上了艺考的道路,因为他们名气大,所以艺考时就备受关注了。 像去年的王俊凯跟林妙可,简直就是艺考的焦点啊,而今年艺考的吴雷,大班的朝气可啊,参加艺考,还有一阳千玺,参加艺考时就算戴着口罩,也遮不住这满满的心内啊,据说宋祖儿,宋威龙也会参加今年的艺考,不过让小邦意外的,还是李兰迪妹子啊。 在你好就是光里可爱清纯的李兰迪,没想到参加艺考的颜值也太普通了吧,如果不说她是李兰迪,感觉走在大街上会被淹没在人海中,可能这妆容实在不适合李兰迪妹子吧。 换个清新点的妆容,或许就能脱颖而出了,而往年的童心参加艺考,比如关小头,沾雪莹,虽然打扮也很普通,但还是很突出的。 当然,长什么样,无所谓,上镜才重要啊,别看李兰迪日常很普通,但她身近颜值也没有大的缺点,很适合当演员了。 其实一直以来,艺考生们的颜值都是大家讨论的重点,除了童心们,做人的艺考生颜值也广受大众讨论。 当然,一般是吐槽比较多,看到现在艺考妹子们的照片,很多人都叹息上的没有之前的女明星美了。 当然,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艺考生,比如这个小姐姐的侧脸就很美,其实还是有很多颜值高的艺考生,没有被抓拍到的。 不管怎么说,艺考考记影视学院的学生,以后很大可能会成为娱乐圈里一颗闪耀的星星,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